台北市議員 尤淑慧 大家好 以及台北市議員 汪志斌 大家好 資深媒體的羅有志 原也好 大家好 還有我們今天的庶民代表 是高雄的黃毅玲醫師 大家好 郭科王三個人 終於確定要同框了 而且決定的場合 是在823分之中 823炮戰的週年紀念活動 那麼呢 郭台銘他也自己PO了文章 他說要捍衛中華民國中央的戰役 緬懷奮戰的態度 保衛犧牲奉獻的精神等等 但是啊 在這樣的一個場合碰面 我也想請教一下志斌議員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 當天會有很多這個老前輩 還有他們的家屬啦 容眷等等 一起去參加這個 823炮戰的紀念活動 對鄭蘭君來說 當天得要看到 郭科王三個人在台上互動 這心裡面是不是有一點 五味雜陳啊 我先不談823 就在之前呢 其實郭科王呢 他們是想要藉由這樣子的 一個宗教活動的一個禁地 然後呢 進行一場這個 政治的曖昧的秀 其實就已經非常不妥了 已經非常不妥了 那現在呢 就是柯P向來對於823的 這樣子的一個活動呢 從來沒有重視過 我第一次看到 我們台北市政府對823的 這樣子的一個軍人 有特別致敬的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那利用這個活動啊 來集結郭跟王 那我覺得對於這個活動本身 要代表的一個意義 以及對於參與的這些人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不尊重 等於就是說 你藉由這樣的一個場合 這樣的一個場域呢 變成是你們的一個做 這個政治動作的一個舞台 那情何以堪 這些人呢 其實本來是應該被表揚的 被表彰的 但是呢 你可以想像得到 那一天的盡頭 一定是全部都在他們三個人身上 完全模糊焦點了 然後呢 我們兵役處辦這個活動呢 等於就是浪費預算 然後呢 也失去了它的意義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柯P呢 他現在阻擋了 同時呢 他很迫切的 希望能夠跟他們兩位呢 能夠來合 那上次沒有合成 已經利用這樣的一個 宗教的一個活動 基本上我都覺得非常不恰當 有點離譜 那現在呢 是更離譜了 你變成就是說 本來那個場合 是應該是非常感動的 大家要流眼淚的 很感動的場合 現在呢 恐怕要讓人家覺得 要心裡面在淌血了 那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當然 823炮戰呢 當天我相信 應該這個事情 應該是確定了 他們三位是會合 但是這樣子的合法呢 是不是就代表他們能夠合作 還不一定 等於是先同框 以後呢 再往下看看 之間的條件有沒有談好 事實上呢 現在看起來 那條件還沒適合 還沒適合的時候呢 你說硬要湊在一起 然後利用這樣子的一個場合 基本上是很突兀的 而且我也認為就是說 其實我個人啊 我個人真的認為就是說 郭台銘先生 我們當然國民黨對他 還是有相當大的一個期待 那我們也真的是希望就是說 基本上呢 國民黨還希望能夠團結 如果能夠團結的話呢 我們才能夠打贏勝仗 如果不團結的話 說老實話 郭台銘 他配合柯P 憑良講也不見得會贏的啦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呢 我們國民黨還是會有期待的 對他 所以823炮戰的紀念活動 郭柯王三個人真的要會面嗎 當事人怎麼說 你們有沒有約下一次見面的時間呢 因為不會跟你講啊 因為不會跟你講啊 大家一起順其自然就好了 所以就是一起會見面嗎 蛤 一起見面 應該這樣講啦 一起順其自然 好 郭柯王三個人馬上要碰面了 但是三個人合作真的會比較好嗎 品觀點的最新的民調數據 好 您可以看到 如果是藍綠對決的時候 還有很多人都不表態 而且甚至還有人都不支持喔 但是呢 品觀點的民調 蔡英文目前是領先 韓國瑜的38對29 但是啊 如果是郭柯王三個人合作呢 你可以看到 他們可以得到21.4%的支持 但是呢 反而讓蔡英文和韓國瑜之間的差距縮小了 而且更有趣的是 還有另外一個數字是 如果郭台銘自己出來選的話 還選得比三個人合作 還要來的看起來數字更漂亮一些呢 尤智哥你怎麼看 這個就是 國民黨不團結的數字 跟國民黨團結的數字 如果把品觀點的民調 你把它回溯到7月中的時候 那時候韓國瑜還贏蔡英文將近7-8%以上 然後後來隨著事件一直 撕焉事件 一路這樣子起起伏伏 那個最近的時候品觀點曾經 韓國瑜是輸蔡英文將近6% 7% 7%多 那現在呢 已經輸到這樣子的數字了 這個就是國民黨不團結的後果 其實7月22號撕焉事件 到現在8月20幾號 剛好滿一個多月 一個月整 這個多月來 蔡英文做了什麼 驚世害俗的事嗎 沒有吧 蔡英文有沒有得到什麼良將 還是司馬懿 出了一個非常奇澈 然後扭轉他的軍心跟氣勢嗎 沒有吧 都沒有 反而他還有撕焉事件 可是蔡英文你去看 平觀點的那個趨勢 趨勢 是平平的這樣子 緩步上升 增加1% 2% 3% 但是反觀韓國瑜是 從高點到下來 再上去 再下來 無量下跌 那從722到822這一段時間 剛好就是一件事情 剛剛治兵委員講的 郭柯王事件 不斷的在這時候 發最大的消息 就是722撕焉 後的一個禮拜 到822中間 這一段時間 大量的曝光 大量的裂解 最後的結果就是 38減29 就是9% 9%就是什麼 國民黨的不團結票 就是這9% 這9% 就是代表 國民黨不團結的後果 就是這樣 因為沒有什麼 蔡英文有因為 什麼樣的加分 沒有 他的曲線是很緩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 要平觀點那個數字來看 但是 韓國瑜卻因為 他自己也沒出什麼 大突破 唯一的事件 就只有郭柯王 所以你可以看看 823來一會 這種事情 一定想必 一定會再有個沉重的傷害 從上到下 從國民黨的上面 主席在批錢主席 你怎麼可以代表台南出去 第一個 中間的呢 大家一起在罵 現在當今的總統候選人 每個人都在罵 連新北市 連什麼到處大家 連陳鴻昌 連楊秋昕 罵了亂七八糟 下面的呢 什麼麻花哥啦 杏仁哥啦 誰啦 都又不滿 從上到下 國民黨沒有團結的一點 一點點都沒有 造成的結果就是這個差距 所以你看看 郭柯王要選在823 會非常 治平委員開的一個場太棒了 你憑什麼用這種場合 來做那種你選舉的事情 你也會選一下好不好 你前一個成立黨 你是消費蔣衛水耶 第二次你消費是823耶 對 那怎麼專門挑這些場的 你坑我整腦袋裡面還有中華民國嗎 你沒有中華民國的這個四個字耶 如果你有你不會消費蔣衛水 而且你會跟蔣衛水的家屬溝通完善 取得正當性之後再堂而皇之了 你不是我霸凌 823也是霸凌這些老兵 全部霸凌 霸凌之後呢 現在旁邊有一個自稱代表中華民國的郭台銘 你卻要跟他同框 我不懂這樣子的活動編排邏輯 跟邀請名單 在座每個人都當過幕僚 在邀請名單的活動的時候 一定有一個名單 你怎麼會有做這樣的選擇 那就是這個活動的主軸了 另外還有一個民調是 郭台銘他們自己做的內部的民調喔 說如果是藍綠對決的話 郭台銘的勝算比韓國瑜來的更大 所以要不要參選兩個禮拜之內要做決定 就所有的民調 他就跟美麗島那個電子報 吳子佳那個民調有什麼兩樣 那個很簡單嘛 就是一句話而已 如果以我們記者寫新聞稿 就是 蔡英文對決韓國瑜的時候 韓國瑜會輸 但是到郭台銘時候 就郭台銘會贏 大家支持郭台銘出來吧 誰會講這句話 是韓國瑜嗎 不會嘛 不是柯文哲 就是蔡英文 我覺得蔡英文沒事不會去搞這種事 搞這種飛機啦 因為他現在的民調緩步上升 他也沒必要去操作媒體跟民調 我覺得很可能是柯正銘 我不覺得完全是郭正銘在做這樣的操作 是柯正銘的某一個 我不曉得是不是他本 本質 但是一定會有某一個陣營 他去操作說 趕快讓郭台銘出來吧 讓郭台銘有信心 立下一整個騙局 所以王世堅才會講嘛 讀片片不如中騙片 現在又要在823成立詐騙集團 成立大典 所以全部都在騙 整個結局只是為了讓郭台銘出來 我講真的 在座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在初選過後 面對要脫黨的經驗 我有 我輸過一次在國民黨裡頭 因為被霸凌 結果那個時候的心情是很高低起伏的 我曾經是用兩個月把自己的傷口撫平 但是因為幾個豬棚狗友 有次我跟你講 你一定可以贏那個的 只有你救得了土城 你不出來完蛋了啦 你會很糾結對不對 後來沒有不過 但是從掛上30萬拿出去 那一天我都知道自己不行 我苦苦的撐了三個月 好不容易把那段時間過完了 最後的一定還是輸 最後你自己不斷的自己有在後悔 我希望郭台銘如果有看到今天大家在講 你想想看 你願意承擔 那從登記的那一天開始做後悔的事情嗎 只是因為自己的心情起伏 跟豬棚狗友旁邊的塞狼 跟用詐騙集團的方式 用民調來拱你出來 然後你投入這一局 然後在兩個月三個月之後 你悔恨一輩子 我到現在還在恨 我覺得如果不要走那一趟該多好 這是我的經驗談 有這個血淋淋的親身教訓 希望提供給大家參考 不過淑慧其實說實在話 國民黨現在仍然抱著最後一絲的希望 還在對我們的老大哥郭台銘 深深呼喚當中 但是現在看起來似乎要一路亂到 9月17號2020的這個總統的獨立參選人 申請連署截止之後 大勢敵定 大家才能夠整軍重新出發了嗎 我們先講一下說 剛剛前面那個823的音樂會的事情 因為我特別去調了資料 過去這是柯文哲市長的第五年 他辦了第幾次 跟大家報告他只有兩半兩年 去年跟今年為什麼 因為去年要選舉 今年也要選舉 再考慮藍軍票 當然我們當然說會支持說 你如果要去紀念823這件事 這件事是確實值得紀念 可是問題是你真的在紀念嗎 我們都知道 823的最重要的關鍵人物是誰 郝伯春前行政院長 我問過了 他根本沒有邀請郝伯春 沒有邀請 沒有啊 然後接著我去跟兵役局要說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份邀請名單 是跟823有關的將領 又或者是老兵 因為你是紀念音樂會 紀念823 你總是要邀請一下當事人嘛 你不邀請將領 好杯杯 你也應該邀請一些823的老兵 來一起來這邊 被大家表揚 被大家尊敬嘛 到現在為止 兵役局還不敢給我這個名單 不知道是沒有呢 還是升不出來 所以這個音樂會 到底是真的為了紀念823 還是柯市長個人的政治秀 選舉秀呢 我要跟大家講 如果這次柯文哲個人的政治秀 真的好貴喔 250萬 只為了去鋪排這三位的銅框嗎 所以我覺得所有台北市民 柯文哲一直說他多省錢多省錢 他是省長 不過一場音樂會 一場作秀音樂會 他就可以用公堂250萬 來鋪排他們三個見面 可是見的面又怎麼樣呢 又怎麼樣呢 就是一場政治秀嘛 一場延續他們在媒體上面的曝光 所以從8月1號到現在 這場秀已經演了三個禮拜了 一開始都是柯文哲自己 好像變成是郭台銘的發言人 變成王金平的發言人 每天出來說 哎呀我們三個可能要好好談一談 哎呀郭台銘是最好的人 什麼沒有錯就像王世堅講 這就是詐騙集團嘛 對不對 詐騙集團在哄騙人家上當的時候 就說哎呀你中獎了 我告訴你啊 你好幸運喔 你一定要來繳這個穗金 要不然你太可惜了 你這麼幸運中了這麼大獎 這就是現在柯文哲的做法 不過我覺得從民調來看 郭振寧自己內部的民調 我要奉勸郭董事長 永遠不要去相信你自己內部的民調 因為如果外部的民調這麼多 那都跟你內部的民調是不一樣的時候 你要去想一下到底是誰有問題 我聽說在初選的時候 初選前的前幾天的時候 郭董事長內部 他所有內部的幾份民調都顯示他大贏 那結果呢 那當然民調公司當然希望說 我的老闆繼續一直參選下去 我才可以一直有業務 我才可以一直做民調 對對對 所以這個民調我覺得還是要參考外部民調 那剛剛講到品觀點的民調 唯有上一次品觀點就是一個禮拜前 那他有樣本數 其實從品觀點的民調來看 如果郭柯王配的話 其實選票流動不一定是從藍軍來選票流動 因為如果郭柯王配的話 從蔡英文那邊流動過去的有百分之三十幾 可是從韓國瑜那邊移動的只有百分之十二 那代表什麼 代表韓國瑜的支持者 淡淡的支持者 現在其實是相當團結的 這邊的選票是相當穩固的 所以韓國瑜應該是在現在的選票上 繼續往中間靠攏 可是只要郭柯王一出來 影響到的選票流動 其實目前蔡英文的影響是很大的 包括郭台銘跟柯文哲 都會把他的年輕選票帶走 TVBS之前也顯示這樣 就是20到29歲 蔡英文會大幅掉百分之二十二 30到39歲幾乎腰斬 所以蔡英文是一個可取代性的 可取代性 因為不管是郭出來或柯出來 其實大幅移動的都是蔡英文 但是對我們來說 我們不會因為說 看這個民調好像它影響蔡英文比較大 我們就希望說郭董市長出來選 我們還是希望說今天你郭董市長 你既然曾經參加過國民黨的初選 代表說你願意以國民黨的這個提名的身份 來絞足總統大選 那你也是很熱愛國民黨 這個時候如果你被柯文哲拐走的話 你要怎麼樣去說服你的支持者說 我那個時候因為想加入國民黨 我現在又覺得跟柯文哲合作也不錯 我覺得這個是很難得到民眾的認同跟理解的 不過不管怎麼說 我們看到的最近的民調數字 都是一個月下來 包括了黑韓 包括了這個國民黨自己不團結 韓國瑜是一路挨打的情況之下 目前的民調數據是如此 但是接下來不一樣了 因為韓國瑜準備開始展開反攻 要把話語權給拿回來 高頻地區的肺腺癌高達北部15倍以上 所以說在整個公投通過的時候 難道政府完全忽視他們不存在嗎 核電廠分布圖 我才發現我們周邊的國家地區 去這麼多核電廠 工商學界的人認為 人家一樣有頭腦有安全管制 是台灣今天太多問題都犯政治化 對核四我是一本初衷 二十多年來都是有條件的支持 這個條件是人民同意 安全不害怕的情況之下 我一定支持 我正式簽署了 代表我是認同 韓國瑜的國政顧問團 這個舉辦的第一場的這個國政的直播 鎖定的就是能源議題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從今年一月份 美國商會對台灣景氣的信心度 這份調查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因為高達84%的這個美國企業 認為台灣2018年可能會缺電 而到了2019年更是有高達86.59%的 美國企業認為在台灣恐怕會出現能源的問題呢 那麼目前的電費一度電是2.62元 但是呢如果說廢核四之後呢 算一算啊這個根據台電的資料顯示 每一度電可是要漲價0.38 而等到核一和核三都除疫之後 每一度電至少會漲價這個再漲1.36元 那麼對大家來說成本可是高達多了四成以上呢 那麼在這樣一個前提之下 韓國瑜似乎要鎖定這個小鷹的能源政策 照門來出招 友誌怎麼看 大家看到的是這個電的成本多多 台電多的這個成本 這是等於是全民的口袋裡面多的成本 因為這個是我們的稅 這是我們的大家的成本 但是我看到的是什麼 我是看到的是企業成本 美國商會就是考慮這一個 就像比如說我有自己經營公司 我有開我的一個面電 你知道那一天如果停電對我造成的損失 我要算在全月的成本控管裡頭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有兩個小時停電 我兩個小時本來可以賺一萬塊錢 但是我因為這兩個小時沒有電 我都沒有客人上門 我就必須要把這個一萬塊錢 變成我這個月的成本 那只是一家電 你自己想想看如果是一個台積電 一間紅海 那一年的電不要說是一整天 光一個小時你把它斷掉之後 那可能是上億的成本 你要算在全年度的投資報酬額裡頭 那美國商會就在算這個東西 所以你剛剛看那整個表的數字 充對一個能源的優力百分之八十幾 那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的是投資意願的降低 就是我本來在掛腳枉來你們家說行李的 結果我來你們家走下去 看你沒有台積電突然間停電 我本來只要一百萬要跟你們老爸說行李 我收五十萬起來 你們哪一天再停電 萬一停了以後我怎麼跟你家做生意 我怕我收掉五十萬 這個五十萬代表的就是整個投資額 在台灣的投資額變少了 你那種熱錢變少了 我們台灣的那種經濟滾動力就變差了 那相對的我們的成本就越來越高 因為沒有人會投資台灣 變成我們自己在裡頭像一灘死水 現在看到的就是這一個 美國對台灣景氣信心度 就來自於最下面那個 對台灣能源供應的憂慮 而這憂慮是什麼 我們所有的電的政策反覆不定 包括蔡英文到現在沒有辦法提出 任何的充分供應的承諾 只能說沒有問題啦 一百萬拿來放的 都放的放的 絕對沒問題 你覺得做生意的人有這麼笨嗎 尤其815去年才剛大停電 現在才滿一年一週年 大家記憶猶新啊 就剛好這時候選舉 你這時候議題又在炒這個核能議題 我覺得韓國瑜在議題炒作能力上 已經有大大的進步 那選擇在這個週年的時候 喚起大家對這個議題的重視 我覺得這個程度應該是力道蠻準的 而且能源政策不只是影響到經濟 其實也和大家的健康息息相關 因為大家都說 難道為了所謂非核家園的夢想 就要用健康來換 用肺來發電嗎 這個是北一大的一個研究的數據 高頻地區肺腺癌的年增率 竟然高達北部的15倍之多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北中南都有不少人認為 不希望用肺來發電 我們來看到去年三項的公投案 包括了廢除非核家園 反空污還有反深澳電廠 這三大公投議題 其實都獲得了民眾支持通過 甚至是包括高達八成的人 都贊成希望能夠反空污 但是來看到 雖然說大家都說 希望逐年降低1%的火力發電 但是民進黨政府有沒有關心呢 根本就是白頭嘛 黃議員 我們其實公投有四項 是跟這個核能有關係的 你看那個非核家園 大概就有60%左右 那反空污有79% 那反深澳的公投就是火力發電 是76% 可見大家不喜歡火力發電 從這個數字上可以看出來 但是大家又怕這個核能發電 產生的可能一些這個 像日本一樣的一些災害 可是大家沒想到 台灣的核能發電 其實在我們的整個經濟成長中 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所以我非常的不認同 這個侯友宜市長 他有提到 他說我們台北市的市民 是絕對反對這個核市的重新開啟 那我可以體會你所講的 可是這是經過空投 這是全國百姓所一致的決定 這不是只有台北縣的決定 所以你必須要尊重公投 除非還有一次公投 因為公投已經被幾乎被民進黨廢掉了 所以在公投可能困難 那這個數字其實就是去年一個很大的一個表現 我要特別提到肺癌的問題 台中跟彰化的肺癌 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 為什麼燕子盧秀燕會把火力發電 中火 中火會要停掉一支到兩支 他們發現你到日夜團去看的時候 日夜團已經沒有乾淨的空氣了 日夜團你不關西你看看都一片雾茫茫 就是因為中火發電造成的 中火就是火力發電 那我看了一個數字 我現在看得更真實 是台灣醫協會看到的數字 是從台中跟彰化他們的肺癌的增加力 大概從第四變第一 第六變第四 這個是非常可怕的一個事情 大家可能不知道 六星附近 所謂的我的脈癌 他的肺癌就是癌症的這個 這個幾率是一般我們台灣其他地區的3.5倍 那旁邊的大神像也有大概2.5到3.5倍 可見這個火力發電或是空氣污染 真的是肺癌的很重要因素 雖然是排第二 所以我們要勸我們的火友儀式 雖然你說我們的核能發電的核安 不能夠保證 本來全世界就沒有保證了 可是大家有沒有看到 你火力發電的結果 就像北京在2010年到2012年的時候 火力發電造成的結果是 每年增加五千個肺癌的病人 那你在看到我們台灣也好 現在增加大概一千到兩千位的肺癌病人 這跟火力發電有關係 只有最安全的就是核能發電 那核能發電也不能說 你說不行就不行 因為整個能源政策 包括我們從台商回來的 總共有七千多億的資本 它也是要從我們電力發電 得到更大的經濟效益 請問這些人回來台灣 你沒有電力的話 你要怎麼辦 簡單講去年的815一停電 大家知道天天的時間沒有超過三十分鐘 結果我們總有就虧了3.6億 可見這個電源 確實是台灣很重要的一環 不能說因為你站在一個台北市 台北縣的一個立場 來看整個國家 國家能源發電比較長久 我們的韓國也是說 我們要好好的 把這個能源政策好好討論 也沒有說一定要怎麼做 我希望我們講話 由身為一個縣市首長 不能夠太無斷 不是個人英雄主義在決定電源的 以後的發展 所以韓市長的意思是說 希望至少能夠重啟 要不要啟動核四的公投 讓大家能夠重新來表態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